在白天放電 晚上充電 但是在某些情況之下 你的電力會太過 在你譬如說有一些環境 壓力 情緒的改變的時候 有時候外洩出去的電力 它就好像火一樣 它就會往上 往上熊熊燃燒 這時候你除了會有喉嚨乾 嘴巴乾燥 口苦 頭昏腦脹以外 你的腦部會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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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會睡不著 這時候我就稱之為陽不能入於陰 因為過多的陽氣無法與陰協調 人體會隨之活躍而不能睡 就其原因 我們就把它想像成電池一樣 它有可能是電力真的太多了 就是陽氣過剩 當然它也有可能是你的電池容量太小 電池容量太小 它就是陰虛的一個部分 所以就古中醫的觀點來講 睡眠障礙 睡眠不好 它簡單一句話就叫做 陰陽不能協調 陽不能入於陰 那在這樣的理論之下 我們睡眠它的智責就很清楚了 就是降火跟滋陰 在古中醫最有名的一方睡眠城邦叫做酸澡人堂 酸澡人它可以負責戀漢靈心 它就有滋陰的效果 哦 樸鈴 樸鈴呢 它可以行水泄熱 枝母呢 它可以泄火之音 甘草呢 它的甘草呢 它是生用的 那甘草生用呢 能夠泄火 並且呢它可以調和豬藥 這個是川窮 川窮在這邊的使用呢 它就很妙了 它第一個呢 它的藥力是可以上型的 所以它可以把豬藥的藥力呢 帶上去 第二個部分呢 它也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叫做養心血 欸為什麼要養心血 你不是說陰陽不平衡 就是把陽 是 卸掉就好了嗎 在五脹六腑之中呢 跟穩定的睡眠 最有關係的一個脹斧呢 它就叫做心脹 哦 那它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在皇帝內經有想到一句話叫做 新主神明 是 這個神明呢 它是好像是人世間的 精神 最高的存在 它負責思緒啊 思維啊 之類的 我的經驗呢 就是說 即便有時候我們把它的陰陽 調理的 快要平衡的時候 它有時候還是會睡不好 這時候呢 我們就要從養心血的方面去 去著手 欸 它的睡眠就可以 欸 得到很好的改善 哦 是 所以這個是 就是很普遍在中醫上開的一個方法 就是 幫助睡眠的一個方法 是 它叫酸棗仁湯 那它是由五種藥材組成 是 酸棗仁 茯林 芝母 生肝草 跟 川窮 我在這邊已經準備了一個表格 就是說 我們 睡眠 不好睡的話呢 可以把它分成 睡不著跟容易醒目 那我們就用最簡單的來看 那睡不著的原因呢 就是說它有可能是 陽氣過盛 也有可能是 陰虛 是 那會造成陽慎的原因呢 像是 一些像是情緒過激 過於激動 那中醫有講說五字化火嘛 譬如說你 晚上睡覺前 你突然 看到很高興的事情 笑待過度 晚上就睡不好了 就是像這樣 或者有些人呢 他很容易 焦躁易怒 這也很容易造成他陽神的體質 另外呢 像是飲食啊 進補啊 或者說太晚運動呢 它都有可能導致他體內的陽氣過度 就像露出去的電一樣 讓他身體呢充滿活力 那這時候當然睡不好啦 那我們的智責呢 就是把他的陽火把它弄掉 那這時候常見的處方就是像是 酸澡人湯啊 大台湖湯跟支支支湯 是 那另一個方面呢 像陰血虛呢 它會造成原因呢 陰的話呢 我們在體內呢 我們就簡單把它想像成是液體的部分 像血液啊 汗啊 飲水啊之類的 它都會導致陰虛的可能 所以一些像是他的體質本來就貧血的人啊 或者是說他超煩勞心啊 或者是說他運動過度啊 坐席不正常啊 長期熬夜耗傷陰逸啊 飲食過顯 這個也會 最後導致陰虛的可能 那另外還有一種人呢 他會容易醒的 叫做陽虛的人 那這種陽虛的人呢 通常鑒於譬如說年紀啊 或者說因為某些原因 導致他身體陽氣虛掉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會用一些陽氣的藥材呢 去幫助他 那這讓我想到了呢 就是說我們 古中醫呢 有一個很經典的一個理論 他叫做 植物流注 就是說 十二丈腑的氣血呢 會在不同的時程 走入不同的丈腑經絡當中 所以一旦你的丈腑經絡上面呢 他有阻塞的話呢 他就會導致一些症狀 像一點 三點 這時候是肝膽經 肝膽經 所以你容易在這時候醒來 那如果你身體呢 又沒有熱象的話 很可能呢 是你在肝膽經上面呢 有一個叫做 含氣的結石 那這個結石呢 他會慢慢從肌肉走到占腑 最後呢 就可能演變成說 像是腫瘤啊 癌症之類的情況 最近處理的一個睡眠的案例 他是一名大概六十幾歲的一個婦人 那這名婦人呢 他可以說是我看過呢 非常堅強的一個女性 那怎麼講呢 因為呢 他的一生中遇到太多太多 我們常常沒辦法想像的 譬如說他在二十幾歲那年呢 因為老公的關係 他悲債 老公也死掉了 悲債後來他轉型去做業務 做業務開始有點錢 然後把債還掉了以後呢 這時候他的大兒子二十歲的年紀 因為癌症呢 就走掉了 走掉了以後呢 哇他痛苦不一樣 他說他那時候呢 憂鬱症大爆發 憂鬱症大爆發以後 他在家裡不敢出門 後來他好不容易因為一些方法 他開始慢慢慢慢的走出去 走出去以後 他的身體呢 承受不了這些壓力 最後前後經歷三種癌症 經過了開刀化療放療 這一連串的治療 他在我面前 他還可以有說有笑 可是問題是 即便他這麼堅強 他還是有克服不了的難關 那麼就是他的睡眠 他的睡眠呢 他是長達二三十年已經睡不好了 這時候已經傷害到了心臟了 是 這時候我們的藥方呢 是用治乾澡糖為主要的架構 去幫他做調理 那有點令人訝異的是呢 他的睡眠狀態呢 在我們的服藥一週後呢 居然就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他說他睡得像寶寶一樣香甜 哇這讓我有點驚訝啊 因為二十幾年的問題 能夠在一週之內 有如此劇烈的轉變 那我想呢 這跟他堅強的個性呢 也有關係 要是靠外來的一個作用嘛 其實我們的環境也是影響人睡眠 因為包括很多人睡覺可能 他會有一些燈光的干擾啦 聲音的干擾啦 所以其實營造一個好的環境 也是幫助睡眠的嘛 那因為每個人的體質跟狀況一定是不一樣的 對 所以呢 我們就把一些比較容易睡眠的環境呢 在這邊給各位報告 譬如說有些人呢 像吃飽過後 哇 頭就昏昏沉沉想要睡覺了 是 那這時候為什麼會想要睡覺呢 因為血液就到肚子裡去了 欸答對了 因為身體要幫助他消化嘛 是 因此血液從腦部下來 人就會想要睡覺 那我們用藥呢 就可以用一些比較重醉的藥材 像是龍骨啊 牡蠣啊 石膏啊 甚至在那個以前的那個古中醫呢 他們還有用一些像是千丹啊 朱砂之類的 比較重醉的 讓你的血液可以下來 那一般我們不會去用藥啊 那我們要怎麼營造出成功睡眠的環境呢 譬如說像我們可以吃珍珠粉保養啊 喔他有下醉醉 同樣也是重醉的 而且呢還有美白的效果 那另外呢譬如說像我們睡前泡腳啊 欸把血液倒下去 這同樣的也是能夠 營造出一個血液引導往下的一個環境 有沒有人發現 天氣變了的時候欸 就很想睡一下 特別好睡 那這時候就是因為身體的那個 外散的陽氣啊 外散的火減弱了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 用一些比較 含糧的食物或者是藥材 像是黃蓮啊百合 那這個百合呢 我們可以把它煮粥啊 因為市場不是就有賣一些鮮百合嗎 是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煮粥來保養啊 另外像 有一些百貨公司有賣一些涼桿貝啊 涼桿貝 蓋了以後也是涼涼的很好睡覺啊 那有一些人呢 他是在 譬如說考完試啊 工作告段落的時候 壓力疏解 他可以 欸好睡 這時候就是他壓力被疏解了 那疏解壓力呢 中藥就是用一些蔬乾的藥材 像是 柴壺啊 鉤鉤之類的 鉤鉤鉤它 是一個很好的藥材 那他 我們只要用大概15到20枚 然後放在 保溫壺裡頭 然後用熱水沖一下 讓他有一點點味道 喝起來乾乾的 他就有那種 舒緩的效果 所以一般人平常可以用嗎 可以可以 而且又還蠻好喝的 那有些人呢 是在 溫暖柔懶的感覺的時候 他會比較好睡 譬如說像我們躺在沙發上 雨濃濃的那個沙發 哇整個人就 放鬆的感覺 舒緩放鬆 對啊 那這時候呢 中藥用的藥材呢 就是古中醫 肌肉鬆弛的第一藥方 叫做 燒藥甘草湯 哦 是 那我們要怎麼營造出這樣 溫暖柔軟的感覺呢 那我們當然就是可以在 還是可以泡個澡吧 泡個澡當然可以啊 或者是說 我們可以在床上擺一點 毛濃濃的洋娃娃 我們可以 買一些比較柔軟的棉被啊 然後幫助我們 營造出這種 舒緩柔軟的感覺 那另外呢 像是醫學上有研究說 像是色胺酸啊 色胺酸它在體內它可以 那個演變成說 血清張力素 它可以導致肌肉 可以放鬆 所以一些富含色胺酸的食物 像是香蕉啊 牛奶啊 巧克力啊 我們就可以在晚餐啊 睡前啊 稍微吃一點 也會有幫助的 是 是 當然還有人是看一些 無聊的電視跟書本 這個不是很不好嗎 對啊 相信我們講到這裡 應該沒有人會睡著啦 然後 對 就是說它是最主要呢 是減少我們的思緒 是 最少減少我們的思緒 這為什麼會這樣會減少思緒 就是說 因為它都一直很無聊 變成說我們 集中在那邊 我們就懶得去想 想那麼多事情 是是 所以它最主要呢 是能夠降薪火 降薪火 所以我們用的藥材呢 就會像是蛋煮葉啊 煮乳啊 和蓮子芯之類的 物質呢 它本身就有清新火的效果 那我們要怎麼樣 營造出這種無聊的環境呢 就是 鼠羊嘛 很難鼠吧 不會啊 鼠羊它就是 鼠羊它是有一個小小訣竅啊 就是說 你要去想像羊 因為羊呢 它動作比較緩慢 它就 有給你帶這種 放鬆的感覺 另外那種綿羊呢 它那個 毛軟隆隆的 澎澎的 澎澎的 溫暖柔軟的感覺 所以我們要去想像它的這樣 慢吞吞 然後溫暖柔軟的感覺 然後慢慢慢慢走過去 一隻 兩隻 這樣子呢 久了 我們自然就 睡著了 我覺得那是想到累了吧 想到累了 也是啊 反正我們就是要 盡可能減少我們的思緒 了解 那最後呢 那個最容易睡著的環境呢 就是聽著羊聲睡覺 為什麼 羊聲不是很吵嗎 哒哒哒 就有時候人家聲音反而睡不著 因為 羊它給我們 不只是聲音而已 它還帶給我們一種沉降的感覺 因為羊它是從天上沉落下來的 那在用藥的部分呢 我們就可以用 降心火跟重罪的藥物去併用 因為同樣的要有那種垂下來的感覺 我們要怎麼營造出這種沉降下來的感覺呢 那我們就可以想像 我們在走樓梯啊 我們可以想像我們 閉上眼睛 然後有無盡的樓梯這樣迴旋往下 那我們每一步 每一步呢 都慢慢的往下走 隨著你這樣慢慢的倒數 我都是從1000開始數下去 1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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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我看呢數不到800呢 我就已經睡著了 有沒有你的患者跟你講說 欸醫生是不是可以開一個什麼 睡眠茶給我在睡覺前喝一下啊 或者讓我好睡的呢 你講到這裡呢 我就想到了一個故事 那這個故事呢 是發生在我一個50歲的一個 很熟悉的一個患者身上 是 那他其實他 很早以前就給我看了 但是他最主要的問題呢 他是看一些筋骨痠痛的問題 可是因為我平常都會把脈嘛 所以我其實知道他一直都睡不好 那但是呢 因為他很懶得吃藥啊 就是有一餐沒一餐的 所以呢 我們治療效果其實並不好 那直到有一天呢 他突然回診的時候 我發現奇怪了 他怎麼最近看起來臉色這麼好 我就很好奇啊 我就問他說 你怎麼最近氣色看起來 有什麼特別的原因嗎 他就說 嚴醫師啊 你不知道我最近呢 有開始在服用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我就開始追問啊 到底是什麼特別的東西 他才跟我講呢 他聽朋友的介紹呢 他去新北市的一個橋下 買了一包他的好睡茶 所謂的好睡茶 回來煮 就一煮之下驚為天人 馬上倒頭就睡了 對他就一連這樣煮了一個禮拜 欸每天都 都睡得很香甜 哇我一聽到我就 不知道那個你們怎麼想 但我一聽到我就想說 哇這個太厲害了 我肯定要知道是什麼東西啊 所以我就 叫他趕快去幫我買個兩包 然後你來研究嗎 來研究沒錯 後來我就把這個藥材呢 一位一位 有的我認識他 他不認識我啊 所以我還特別請 請一些藥廠的助理啊 業務啊 去幫我去那種迪化街啊 去那個老藥房去問 後來我總算成功的把它破解了 有用嗎 一開始呢我們把它組出來以後呢 我們就給朋友試啊 給富士小姐試啊 後來就開始上家去販售啊 哇那講到這裡一定想說 哇這發達啦 靠這個好睡茶就可以那個睡得很好了 但是問題是這樣 最後呢我這樣觀察下來 我們開給患者呢 他成功的機會呢大概只有60%而已 嗯 就是說還是有人好睡有人不好睡 剛好對著他的症他就好睡了 欸是的那甚至在一個月過後呢 那個患者回診的時候問他說 欸你最近還有在喝嗎 他就說欸連醫師啊 後來好像就有點沒笑了 所以呢我才知道說 原來呢這種睡眠的東西呢 你千萬不要想著有什麼素效特效 你一定必須把一步一步的把你的陰陽調到平衡 讓你的心臟穩定 他才可以有良好穩定的睡眠 後來我就把它奉置為鬼妮兒 我會明白 人都會忘記到這身上 應該是我有心臺 怎麼聽到呢 喝吧